很简单,就是猜数字,1到20之间 那特别至于这边会多一个 外部要汇入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叫random range 这个random range就是 这个方法主要是什么 帮我利用电脑 帮我自动产生1到20之间的一个乱数 就有点像那个 怎么,就看得到是1到20的号码球 只是说电脑帮我随机抽样 那我希望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这两行是什么 Input,特别是 Input指的是 因为random这个模组 它并不存在 它当然已经在Python的函式库里面 但是它没有直接放到 Python的隐含的函式库里面 所以变成你要多一个动作 就Input的动作 你才能够用它 它是存在的 可是你还没有把它加进来 所以变成要多一个关键叫Import Import这个random 那random这个模组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random range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这个只要imput它之后的话 当然你们家也可以查一下 random这个模组里面有哪些方法 它方法一堆 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话呢 其中的话呢有一个叫random range 有没有 random range 或者其实有一个叫random int 其实也可以 random int 它比如说你1到20就1到20就可以 那random range 比较像我们之前用过的那个range 就是1到20就21 那到底哪一个比较OK 就看个人习惯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们前面学过range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延续啦 所以我有习惯用random range 那有些书籍比较常见的就用random int OK 不过我觉得一下用range一下 好 干脆你用一字好了 就用random range 然后如果要1到20的话 你就什么 刮弧 然后1到21就可以了 那顾名字码1到21停下来 不包含21 那意思它会从什么 这之间的数字帮我挑一个 放在rnt这个变数里面 可能是1可能是2 可能是到20啦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让使用者猜 比如我让他 好 那猜的话怎么猜 我先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底下的程式就出现这样子 请在1到20之间猜一个数字 假如说这已经出来了 只是我不知道哪一个 那我怎么猜会比较快呢 基本上的话 一般就从中间开始猜 10好了 10是不是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我会给 使用者几个提示 要不就什么 就三个可能性 一个太低了 一个太高了 一个答对了 所以其实这个应该算是三重的逻辑架构 那我要怎么撰写 OK所以第一个太低了 所以意思是说 也就是什么 把1到10给去掉 剩下11到20 所以接下来的话 那刚刚我就想往上猜 那11到20 我猜中间 应该在16 有没有 Enter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说太高了 低一点 所以这已经16以下 10以上 所以变11到15 所以再来的话 11到15 那应该猜 13吧 OK Enter 太高了 12 所以又去掉了 所以现在剩两个 11 所以剩11到 所以只有2选1嘛 所以没有别的 好 筛11好了 OK Enter 那就12了 OK 所以你看我猜了总共 猜了第5次才答对 OK 好 猜对了 恭喜你 也是要乱数抓一个 那 当然这一题后面我会有一个变化题 就是因为我一直猜 猜到对为止 他可以乱猜嘛 那我可能可以变化 比如说你只能猜三次 三次猜不对 就不能猜了 嗯 要怎么写 所以 当然我们先不要管次数啦 我们先 怎么去写这个 程式 那其实这个程式 也不复杂 第一个的话呢 你要知道说 啊 我一定要让他一直猜 猜到对为止 所以这个逻辑 一定要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没有次数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会猜几次嘛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用for回圈 那基本上 当然不 OK 因为for回圈需要个范围 OK 所以一般的话 如果没有范围的回圈 那我们用坏 那一般习惯 我习惯写的就是这样 第一个我先怎么 请你在这边猜一个数字 我先让你猜 先输入好了 所以第一个 请你在1到2时间输入一个数字吧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我都输入了 输入 先输入10嘛 10又放在区域里面 那这个变数自己取的名称 你可以取其他名称 abc都可以 然后呢 输入10之后 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比较了 所以输入了 然后比较 比较的话呢 我可以让他不断比较 所以不断比较的话 将来呢 各位可以记一个很简单的写法 叫file e 冒号 你想说file e 冒号 这好怪的写法 意思就是说 你继续猜 猜到对为止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 其实e的话 我前面讲过 e的话就true 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看 应该有人写这样 file true 冒号也可以 只是说呢 那为什么我最后决定写file e 冒号 因为e相对的简单太多了 很好记 坏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断猜吧 所以呢 记得哦 如果有坏的冒号 里面一定 城市里面一定要有个关键字 叫什么 break 如果没有break 那这个就变成无穷回圈 就跑不出来 跑到当机为止 所以这别说 如果你有坏的冒号 而且你的罗子要对 你不要永远都跑不到break 那城市永远跑不出来 比如说让他出一到一千 那么大 可能永远都猜不到 猜到对为止 ok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三重逻辑 要不就是呢 他 猜得太高 要不就太低 要不就答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画一帽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呢 第一个 如果你输入的值小于他的乱数 比如说呢 我刚刚应该怎么 我应该答案是十一嘛 十二对吧 可是呢 我输入的是十 那当然一定比他小 所以比他小的话 提示什么 你太低了高一点 有没有 这边的话底下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print了什么 print了一个什么 太低了高一点 然后再来什么 就把上面这一个区 等于这个 再放到这边来 你就再输入一次 ok 再输入一次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另外第二种 第二种这个状况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一个的颠倒 就是呢 把这个小于变成大于 有没有 所以上面这一行 你可以把这三行 你可以复制 贴到底下来 改什么地方呢 改一个 开头 有没有 EL就可以了 那底下还有什么呢 把方向 改一下 本来是小于 对不对 改成大于 然后呢 太低改成太高 低一点 有没有 就这样都ok了 其他层次都一样 最后的话呢 就一个else 不是太高 不是太低 那就恭喜你答对了 所以呢 最后的话有个什么 else 有没有 然后 还要输入吗 不用嘛 所以就print什么 恭喜你答对了 然后记得哦 底下还有什么关键字 break 有没有 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这些我想程式应该不复杂吧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基本上可以分成 一 产生乱数 二 让使用者输入 然后呢 不断的再比较 就ok了 不过 我是觉得当然 写完之后 有些地方还是不 不胜满意啦 所以还可以再修改 其实蛮多地方 可以再更好 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输入 这个一个 这边一个 这边有一个 是不是可以不用输入那么多个 整个这边一个 是不是可以 有些地方重复的 所以有时候程式重复的 你就要想说 有没有办法不要让它一直重复 那如果不要让它重复 那到底你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程式 跑得没有bug 然后又可以精简它啦 不过这个我想 先求有再求好 有没有 你不要程式都没写出来 你要好那不可能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这段程式嘛 云端也有 ok我是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三个单元的第18页 在这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如果你写完之后 可以想想看 只能够拆三次 拆不到三次 就不能再拆了 如果你要改成只能拆三次 那这个难度就更高 但是你可能要想一下 如果只能拆三次的话 那就不能用坏回圈了 因为坏回圈是不断拆 拆到对为止 有没有 话语冒号 但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可能要用4为圈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可能就是 只能拆第一次 拆第二次 拆第三次 没有了 三次了 你最多是三次机会 所以in range 的话也许你就是给它次数 就是刚好跑三次的这个机会 怎么改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反正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去熟悉规则 然后把规则带到你想到的逻辑 并且可以正确的写出来 那就是对的程式 只是说这部分 当然 请各位先try一下 先第一个没有限制 第二个 有三次限制好了 然后再来也许未来你也可以再改 比如说数字1到2太简单了 你再把它升级 1到100 1到1000 甚至更多 甚至你可以再把这个游戏再复杂一点 然后记录它的游戏的结果 看谁玩的比较快 甚至你还可以连线 还可以再把记录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大家看一下排行榜 那不就是一个线上游戏了吗 诸如此类的 各位当然可以啊 延伸性可以很大很大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那